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罪,今天带来一期全红98C的比赛解说 这场比赛是火球术大战拳王亲王,两位三文高手带来一场超级精彩的三文比赛 开场比利就是空中挑飞地,接一下,滚子大招上 拳王亲王瞬间损失了四分之三的血量,后面拳王亲王还有没有办法崛起 主要是他现在还没有气量,没有气量又被比利捅了一棍 那比利,哎呀,比利想用轻角剪一下啊,没想到没有剪到 反而又被克里斯给连了一下子,克里斯使出连续划出怼到角落 后面克里斯继续跟上跳飞地,哎,比利,哇,比利一直在跳 在角落其实也有可能慌,这一慌就中了克里斯的跳飞地啊 没想到克里斯,残血翻盘了,在高手过招中,这种翻盘啊,太常见了 不到最后一局,谁也不知道谁胜谁负,因为最后一个角色就抢反啊 等于是两次机会,现在火球术的龙儿,来了 龙儿他拥有超前的闪电四连兵 看克里斯仍然是用强势的CD啊,进行打压制 龙儿并没有选择伸透鬼脸的驾招啊 其实不妨使用一下龙儿的伸透鬼脸,还是挺好使的 指令头板边接比杀 即便是这个大招不怎么划算啊,但是还是要把他给一套带走 预防全王亲王再次残血翻盘 接着看全王亲王下一个角色 第三个黑盒 来看他的包子 追全球,他包子首先开拨 龙儿也是直接暴气啊 暴气之后准备搞一下子很大 来搞一发大的啊 板边跑跑抓超杀 哎,指令头 超比杀捡起来 看龙儿这一套超杀帘呢 能打出多高的伤害啊 回收够不够高 空中跳在垫,两次跳在垫 板边再捡一下 然后指令头还可以再炸 大招举起来 这个龙儿超极限了 这开场就打出了王炸的连招啊 哦,65连 全王亲王一滴血 差一点点打满伤害啊 打了一管血 差一点点 现在火球术还是中招了 不会又被包子给残血翻盘了吧 今天阿王的状态很好呀 现在火球术剩一点点血 啊,真的要被翻盘了 啊,防御反击 全王亲王其实最后一下是慌了 他想凹一下子 高手过招中这种凹 不应该存在的 因为命中的几率很小 接着看全王亲王的东掌 两点之后闪电梯 并没有打中 跳中腿直掉闪电梯 龙儿闪到 不要直接开刀子呢 东掌继续一发打去的送他上去 龙儿剩一滴血 东掌直掉中腿 又被龙儿抓了一下 超远距离的一个跑跑指令头 但是他不能再接上一发比扎了 因为距离太远了 就这样挂了 东掌这个旋风也是绝了 第五个会和火球术的金馆长 现在金馆长快速跳入 但是这个跳中脚中了 东掌的跳中脚 对,高手就在于 细节上面的一个操作 飞袭空了 那金馆长要开始秀了 旋服的空杀城 三段伤害 空杀城飞烟斩 落地大招坦塌 科技的东掌 是不是要飞了 五科技的东掌直接交出抢反 现在东掌不妨抱上一气啊 给金家帆一击暴击完了 旋服队快杀城 空杀城空中直接天舞副航角 好的,全往前往还有机会啊 哇,暴气 背水一战 来吧,东掌 先踢个下盘 现在金家帆的强反还没有交 东掌 血量一点点了 金家帆强反 都能把东掌给打死 啊,死亡龙卷锋 秒 哇,差一点点秒掉 好意外呀 拳王亲王这波操作 也着实够刺激了 这个残血翻盘有点厉害 来看第二局 拳王亲王随机到了七甲舍 他的本命角色 看他本命角色 哦,直开胜楼 嗯,一不小心被抓了 现在七甲舍没有气 大猪很快的就搞满了一管气 大猪的机器能力 我感觉没有任何一个角色 可以超过大猪的机器能力 现在大猪已经拥有一颗气 马上就两管气了 哎,七甲舍啊 一直使用拳脚进行封住一只 因为他知道 现在想打一套狠的就非常的难 因为大猪本来就是一个牵制性角色 一不小心就中招了 放到角落 引诱你出招 七甲舍进攻没有攻过来 那就挨打 铁举他不走 咕噜 空中飞珠 落地直林头抓住 漂亮 三十多年之后啊 火九竹继续跟上去 跳,跳抓直林头 被拳王亲王这个七甲舍给识破了 对,高手一般都能猜到这些套路 因为他们两个是三文高手 每个角度都玩得很溜 来看第二个回合 火球术的哈迪伦上下 炮拳 轻脚千万模式 能不能把他给一套带走 我觉得有点难度 因为现在啊 中间手打了很多伤害 刚才不在角落衔接 他最多衔接个炮拳 然后残脚爆摔 然后再抓一次 直林头 因为没有气了 火球术起身 还有机会和他交换血型 火球术防下盘一下 啊 哎呀,还是被吸了 大招崩一炮 阿王没有血了 来看拳王亲王下一个人 第三个回合 拳王亲王的红丸 现在红丸快速跳几个闪电梯 这是 哈迪伦没有想到的一种招式 哦,跳飞地青角 哦,青角之后没接中手 机会来了 跳飞地直接飞吸撂倒 无法受伸 反边C头抓一个吸头 小的吸头你就扛不住了 来看火球术最后一个玛丽 第四个回合 看玛丽能不能强势逆袭 现在玛丽拥有三颗气再生 他不妨抱上一颗 啊,重腿逆向闪电三连踢 这就开脸 玛丽强反交出 我觉得胡丸可能 哎呀,C地 这样抓胡丸头 大发电折 其实他不如C地确认一个雷光拳 然后再落地接上一发 对,大吸头 伤害会更高 其实这个接招有点问题 没有打出最高伤害 那么玛丽 一直想重腿逆向压起身 红丸好像知道这一套操作 大发电折 又想重腿直压 被识破了 红丸是 对 招招都拿捏 玛丽爆气背水一战 打到就可以一套死 现在玛丽拼命的寻找这个机会 一套死的机会 圣龙甲空了 红丸 赚落地 玛丽再跑跑 现在红丸 圣龙甲漂亮 挑剔地大招截弱 对对对 开始了 升到空中 来一下 圣龙甲 红丸 他完了 不愧是红丸的 红丸玩完 看拳王亲王最后一个人 第五个回合 拳王亲王的柴州 拥有超强的烈火掌 柴州首先就中了一招 看来柴州要交强反了 敲反交换之后 我看玛丽能不能暴气 给他来一个残血大翻盘 完了 玛丽也交强反了 圣龙 双圣龙 玛丽还是没稳住呀 我们接着来看第三局 看今天 拳王亲王能不能剃头火球术 在之前的比赛中 拳王亲王即使三文大火球术 还是压力挺大的 您说话这个技术 我特别借记 而且拥有自己的特色角色 请教两点 能来冲着划铲 接上去一个壮举 跃踢 碎石地道跃踢 一套打完 拳王亲王只剩半血 我感觉半血也没有了 大广战之后来一个下青脚 扔上去一发道跃踢 后面拳王亲王血量不多 可瑞 重腿 青腿 压中 跳CD再压 麦卓都防住 麦卓小勾腿想连上一下 可瑞还是用CD压得比较紧俏 到最后 拳王亲王也没有找到什么机会 就一直往后跳往前跳 好吧 来看拳王亲王下一个不止火舞 有不止火舞 我感觉这一局还是挺稳的 不止火舞能不能打着高上来 现在不止火舞手开一个肥 再来一个肥 特瑞试图下凡掏起 跳CD水石地接大灌篮 然后接上一发能量喷拳 三连炸之后再来一发碎石地 水石地两端 一套带走稳了 能量冲撞能量冲拳 下中脚 大灌篮去哪里了 但是啊 这个不止后面又慌了 来看拳王亲王就剩下一个角色了 那就是有力 这也是火球术的主力 会玩那肯定就会打 因为他的出招近在火球术的掌握之内 这一波特别要进行穿三 阿王想 剃头是剃不了了 我看 哦 CD两次生龙直接上飞燕凤凰脚 我觉得是想出一个旋风腿啊 结果出了一个飞燕凤凰脚 是不是串招了 有力再给他一脚 手不向杀 旋风腿走到身边 旋风腿走路也是绝了 后面火球术一点血也没了 来看火球术下一个人啊 第四个回合 火球术的镇元斋 然后镇元斋 哇 这游里开场就使用大声龙 不玩套路出牌啊 拳王庆王 后面拳王庆王还有两颗气 游里想跳 好像也没有什么用 镇元斋又给了他一拳 又给别他一脚 然后就这样有来有回的打了几套 镇元斋再向前冲刺 飞翔拳凹中 镇元斋也是急不可耐啊 直接喷火了 抢空也抢不过啊 灌酒也灌不到 那么镇元斋该究竟该何去何从 很难受我的镇元斋 最重要的是镇元斋是起手困难户 很难起手这个角色 超级难玩 就连无良这顶级支援战啊 现在对 也是胜率很低啊 哇 飞燕凤凰的强反给他反掉了 带走 拳王庆王没有剃头成功 被火球速进行了个逆袭 来看第四局 第四局火球速神了千何出马 开场接生龙 一发空中摇摆 然后还是中了一发蛛丝 不要慌 踢上一脚之后镇元斋 这个布莱恩呢 布莱恩有机会 抓 起身还给剩个双圣龙 那布莱恩就抓他一下 布莱恩是一个高伤选手 但是好像在神了千何这种封印之下 高伤就变得很无用了 哦 华铲街上柱子飞升 一个圣龙接缝引咋 后面拳王庆王一滴血 直接被带走了 接着看拳王庆王下一个老炉 第二个回合 还是进八板老炉啊 进八板老炉 来个波先 你敢柱子我就敢捡到脚 哎 真的捡到脚了 是不出我所料啊 拳王庆王和我想到一起去了 其实我也拥有着高手的这种意识 他们出什么 现在我都是了度指掌 后车发波 不要中了个谁的 装缝引 拳王庆王危险了 这一局 哇 轻嘴起手接一个声 升到空中赖发 来发缝引 一点血哈喽 拳王庆王怎么回事啊 有种彻底溃败的节奏 第三个回合 拳王庆王的King 现在King快速使用挑特地 然后后拉一个波 哦 差点被划铲传播了机会 没抓住 神老千和这个生龙收招有点太快了吧 哇 这局火球主有望穿三 到角落 中了一脚 不要慌 好的 King也接着就是暴击 暴击之后再找机会吧 跳飞的丫头 跳飞的丫头 跳飞再压 一直压到你难受 火球主穿三近在眼前 希望他可以保持非常稳定的出出 超杀 还是中了 还是没有逃过拳王庆王的萌亚 洛迪基 连刀腿 波 波再接洛迪基打一个循环 拳王庆王的气势也是越打越多 旋风腿空中接大 这一波也是稳了 后面火球主没有血了 接着看火球主下一个拉尔夫 第四个回合 我们来看拉尔夫的宇宙幻影 能不能突破拳王庆王之防线 那么拉尔夫开场想跳 直接双目枪杀 听得清晓两点也是接上了着 然后接上必杀 落地基勾住 好 连刀腿间也没归 落地基再勾住 可以 连刀腿间也没归 选风地空中接上一个大 下面火球数 水量表示真的不多了 总是眼看要穿三了 后面就掉链子 不知道咱们两个怎么回事今天 拉尔夫又中了一发滑铲 那么双后进入到了第五场的决胜局了 第五个回合 拳王庆王能不能残血 翻盘 拳王庆王还血还很多这一把 霸神爆气 感觉拳王庆王这局就非常难打 因为霸神是火球中的超强主力 先来发地波 被熬到了 拳王庆王敢打敢拼 火球数貌似要交强反 没交 火球数觉得他自己还有希望 他没交 如果再被搞一下 灯就不好玩了 火球数在玩火 好当手 火球数非常自信 非常自信的 跳路 建议玫瑰洛滴滴旋风梯 空中接个闭闪 带走了 火球数终于交出了强反 貌似这个强反交到有点晚了 被拳王庆王三比一拿下 火球数 好